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大家好 那么佛教徒碰面很喜欢讲各位阿弥陀佛 为什么会讲这些 因为人除了表现我们自己的关怀爱心外 我们相信有人真的成佛了 而且成佛以后 他们有伟大的力量 只要你念出他的名字 我想就像一个我们很尊敬的人 你只要想到他 看到他的脸 你就会满心的温馨这样的意思 那我们站在佛教的修行里面 我们希望一个人你要发愿 现在你念我的名字可能还会起烦恼 但是我们不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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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修行 累积这样子生命的能量 希望哪一天 别人看到我们的形象 念到我们的名字 都像有大量的光一样 来普照对方 所以除了我们的努力以外 可以说我们对一只动物 我们对一个生病的人 我们都会希望他得到 这种真实的功德的力量 三宝的力量的加持 所以对一个身体不健康的小孩 我们会一直给他念 地藏王菩萨 所以日本人很喜欢生出一个小孩 就做一尊地藏王菩萨 所以他们叫子安 他们希望儿子平安 子安地藏菩萨 那我们心情不好 我们会一直念观世音菩萨 那内心里面转化了 那种不好的心态跟情绪 或甚至我们看到 一对夫妻在吵架 那我们也会一直念观世音菩萨 或是代表柔软慈悲的 佛教叫大悲咒 来回向给他们 希望他们两个的战争 希望他们两个的不愉快 赶快化解掉 所以事实上这些力量 是我们内心里面本来就有的 只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有障碍 没有办法开发出来 就像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可以了解自己的前世 还是别人的前世 就像只是我们现在有脑袋里面 我们储存的就像我们电脑的资料一样 几百式的电脑的资料 意识形态 DNA通常在我们这里面 那为什么现在我们不能够了解啊 因为就像我们的眼睛现在还有欲望一样 我们会有分别 就像云盖住太阳一样 没办法开发出我们 人类本来又有的潜能 这个小朋友 很多人说他智慧比较差 并不是 只是他现在有障碍 这样子的障碍啊 那么有很多很多种理由 搞不好他是一个 刚刚讲像周立盘朵 本来是一个大智慧者 但是因为他曾经破口 骂了一个长者 而产生了这些障碍 如果他具足了忏悔心 就像我们在扫地 知道哪里有垃圾把它扫干净 你只要找对的方法 那么慢慢的就可以把这些障碍 别去除掉 那么一个人会变成口才很好 一个人会变成很赚钱 那完全都在一种 心念的力量 跟行为的造作 所造成的结果 所以哪一些心态 会让我们生命很痛苦啊 刚刚讲了 贪嗔痴 欲望 恨 嫉妒 没有安全感 压力 怀疑 这些负面的心态要去掉 我们必须不断去开发 正面的心态 奉献 慈悲 忍辱 关怀 原谅 给我们想想想当一个人在恨一个人的时候 有如活在地狱一样 当一个人非常投机的时候 每天在追求金钱的时候 有如在恶鬼道一样 当一个人拿着少少的东西 你去帮助别人 布施 有时候我是个出家人 很多信徒会拿个红包 拿个东西 师父供养你 我看到对方的时候 就看到神一样 天神 就是那种喜悦的快乐 因为我供养你 所以我讲 布施的时候 这个人就得到当下的快乐 所以我们经常去把小生命买来放生 那个时候用生命的解放 看他飞走好快乐 我想做个妈妈的人 最大的快乐 是看到儿子吃了他煮了饭 晚上睡得很熟 那做父母亲呢 就很安心很快乐 原来快乐是来自于付出 还是对方接受了你的关怀 但是如何能够让这种快乐 永远不变 就是什么 不要有战犹豫 不要有想要改变对方的观念 我们只是不断地付出 就像母亲对儿女的爱一样 在佛教里面有一个故事 他说有一个年轻人在谈恋爱 他非常地爱他的女朋友 然后那个女朋友就讲了一个 不知道是开玩笑还是真的 他跟他男朋友说 如果你要娶我 你要拿你妈妈的心 心脏来给我看 证明你爱我 这个傻傻的年轻人 一回去以后 真的把他妈给杀了 挖了他妈的心脏 抱来给他女朋友看 那时晚上乌鸡妈黑的 走路不小心跌倒 一跌倒 那个心脏掉在地上 结果那心脏还发出一个声音 儿子啊 你又没有受伤了 这叫母亲的心嘛 永远温暖的爱 我们就是要追求这种心态 印度还有一个习惯 父母亲年纪到了 就把他背到山里面 把他丢掉 让他自生自灭 那有一个年轻人背着他的老母亲 慢慢走慢慢走 走到山里里面 他发觉他母亲一直在折树枝 可能在做记号 想要任路回去 他就故意跟他走远一点 走了他自己实在是没力的 把他老母亲发下来 跟他妈说 妈你不用做记号 你走不回去了 他妈就牵着他的手 儿子 我不担心我自己 我怕你迷路 我帮你做记号 你记得走回去 这个不孝的儿子 一天就跪在那边哭 又怕妈给背回去了 所以基本上 佛教里面所讲的爱 就是来自于对父母的爱 也是父母对子女的爱 然后把这个爱 扩散到一切生命 跟我哪一天 你会找到快乐 当你留了一些食物 给你家的蟑螂吃 你出国几天回来 发现他们吃完了 心情好得不得了 所以我们才会讲一讲 常讲一句话 爱鼠常留饭 要出门留一点饭给老鼠吃 莲饵不扁分 爱连那些飞蛾 不敢点太亮的灯 免得让它扑火死掉 爱已经到了这样子的 维系的平等的广大的阶段 那这个叫慈悲 那一个人培养一个 最慈悲无私心的状态的时候 他就得到了一个 完整的生命的状态 所以我想 我们爱护我们的子女学生 不管她在什么样的思想形态 肉体状态 我们永远关怀 像我经常到监狱里面去 我到监狱里面去 我就可以充电 因为里面的人 需要我们对她的关怀跟爱 我经常到田中少府院 桃园还有一个少年府医院 我们去做爱心爸爸 爱心妈妈 因为很多小孩子不知道爸妈妈在哪里 肯亲的时候没人看 我们去帮她缝被子 去帮她改衣服 结果回来的人 每个人都很快乐 为什么 因为帮助这些小孩子 我们更快乐 我们自己充电 所以我们要感谢每一个 被我们爱过的人 甚至有一个太太在哭啊 因为她跟她先生离婚啊 我说你怎么都想不好的 你应该想好的 感谢你先生跟你在一起七年 让你了解了生命的爱情 想到这个 她觉得很甜蜜耶 干嘛去想 她现在跟别人在一起睡觉啊 多累啊 画角度世界就光明了 因为对方慢 所以你动得快 因为对方没有想得很深 所以你想得很深 因为对方生病 所以你付出 因为对方穷 所以你给予 因为有学生 所以我们老师所学的东西 有用啊 所以这个就是生命的快乐的根源 只是我们如何把这样子的爱 扩大 扩大 当我们腾着我们的小孩子的时候 礼拜天 我们跟带着他去腾别人的小孩子 多照顾几个 任养 帮助 我们努力地赚钱的目的 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 服务才是快乐 我们出家人 不过是把整个生命 拿来服务别人 做什么都好 做什么都好 只要能够让别人快乐 一切生命因为它快乐 所以我们快乐 我们去放一只动物 几天会来看 哎呦 它还活着 哎呦 好快乐啊 所以生命的快乐 你必须不断地去追求 可以付出的地方 哪里可以付出 痛苦的 贫穷的 苦难的 甚至我想各位 如果你要快乐 回家看看你的阿公阿嬷 回家看看你的妈妈 送个礼物给他吃 陪他吃个晚餐 打个电话给他 记住这个 立决啊 心情不好的时候 打个电话给你妈妈 你马上快乐 讲几句他喜欢听的话 让他老人家快乐 那个时候你觉得 心情好好啊 那种想要别人 疼爱的感受 是痛苦的 饥渴 如果把快乐 建立在别人的隔语 婆婆说 你比乞丐还可怜 乞丐只要一顿饭 就可以过了 你有无限的要求 每天晚上都问问 你爱我吗 你烦不烦啊 没事要追求 你给我爱 那苦啊 那我们为什么 不去爱全世界的人 在婆娇里面 有一个故事啊 有一个女孩子 长得外表不怎么样 所以年纪 岁数大了 嫁不出去 哎呀 他觉得人生啊 没有意义 很苦 他决定自杀 他就跳火 蹦跳下去 他一跳河的时候啊 刚好一个老和尚 在河边的山洞打坐 一听到 蹦一声 出来看 哇 人摔到水里面了 赶快下去 把他给救上来啊 一救上来 那个女生 不但不感谢 还骂那个老和尚 我要结束我痛苦的生命 你干嘛救我啊 那老和尚说 好好好 既然是这样 你的痛苦的生命 已经死了 你的生命属于我的 因为我把你拉上来了 既然你的生命属于我的 我告诉你 痛苦的你已经死了 你从现在去帮助 山下那些贫穷的人啊 没有人照顾的老人啊 没有人照顾的孤儿啊 好不好 活你第二个生命 再看看 不好你再来找我 这个女生 好吧 既然没死 接受老和尚要劝告 开始去奉献 去付出 结果因为这样 还找到一个 如意郎君啊 生活开始快乐了 这个就是我们 真正的生命 真正的生命 是一个 懂得付出的生命 自私的生命 是个痛苦的生命 所以我想 我们人生的经验里面 每个人都起起伏伏 每个人都遭遇到各种的痛苦 有钱人有有钱的痛苦 男人有男人的痛苦 女人有女人的困扰 但是 在国家里面的教育 因为我们遭受痛苦 曾经肚子痛过 曾经被抛弃过 曾经被骂过 我们才可以去同情别人的痛苦 一切生命 今天我抓一只小鸟 我都不舍得刷 为什么 这个小鸟的母亲 一定在她的鸟窝里面等她 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去伤害到 任何一个生命的快乐 这就是我们生命快乐的根源 所以要超越烦恼 就像九二一症灾 很多人说 我去帮助他们 我告诉他们 你不要有这个观念 谢谢对方被我们帮助 我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 跑到灾区 拿着这些棉被 拿这些钱去帮助他们 我们得到最大的快乐 感恩对方 接受我们的帮助 不要有一个我在帮助你的观念 所以有苦难的地方 我们就会冲过去 如果像地藏王菩萨一样 有地义我就要来 那一种不是为了金钱就快乐 今天你在开机车 生意不好 很苦 你换一个立场 今天没生意 干脆我跑到劳民医院 带这些老劳民出去逛街 带他回家 那时候你觉得好快乐 不收钱的快乐 原来快乐来自于没有要求 没有赞予 纯粹的奉献 所以我们要开始对我们的先生奉献 对我们的太太奉献 对我们周围的人奉献 今天你心情不好 站在十字路口 帮助小朋友过十字路 过红绿灯 哎呀好快乐 今天一个小朋友被罚站 站在学校门口 看到一个失明的人要过来 赶快冲过去把他牵过来 刚刚被骂的那种痛苦 一下子一扫了光 为什么有光明黑暗就不见了 光明从哪里来 爱奉献 这个就是最高的智慧 智慧不是研究 不是理论 智慧是一种生命的力量 我们不能用世间研究学问的方法 来追求智慧 今天去照顾一个生病的人 今天去照顾一个思考能力比较差的人 让我们不断地去为他想 这个就是智慧 这个就是学习最主要的目的 所以大菩萨都会发愿 让一切苦难的人都生到我的家来 阿弥陀佛就发这个愿 让一切苦难的人都到我的国土来 让我用爱来教育他们 来保护他们 时间长短而已 最后对方一定可以成就 所以出生在极乐世界 有人要十二大劫最后才可以成就 但是毕竟成就 一个最有爱心的老师 创造一个最有爱心的环境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就 所以站在我们出现人在修行 很多人问我说 你干嘛李光头穿这个衣服 消灭自我形象 不能爱面子 爱面子你不会进步 坦然接受你的缺点 也不要为自己的优点骄傲 有些人不好意思 我不好意思带你去看谁 因为那个人是我妈 让你看他那个样子 你丢我的脸 我西装鼻挺 那这个人心里得癌症 他永远有痛苦 所以人跟人之间 一个人能够坦然 缺点缺点我可以改造 优点我优点给你用 那多快乐啊 哦原来自己才是自己的敌人啊 该征服的是自己那种自尊心啊 自私心啊 被欺负的心态啊 今天我感情被欺负了 我恨恨什么 恨我的感情被欺负啊 人家对方在快乐 你应该祝福他 他交了新的女朋友 找到快乐 你还恨什么恨 因为说我被欺负吗 我不甘愿吗 所以我们佛教的戒律里面 是什么叫菩萨 当你晚上在睡觉的时候 小偷跑到你家来 你不能跳起来 你还装着一直睡啊 你要让他拿走以后 这个东西 你要发信息来讲 钱不是属于我的 让对方不犯偷到 安全走开啊 菩萨 因为对方这么需要啊 爬墙都不怕摔死 这样子 以这样子的心态 然后今天他会来偷我的钱 一定是我上辈子偷了他的钱 所以他不过来取走 我欠他的而已啊 以这样子的心态来看一切 他有什么好怕的 他一点都不担心啊 他接受一切 生命的身跟死 不过是一个现象而已啊 外表 美不过是一层皮而已啊 你不会为了这个东西而 去困扰 有钱没有钱 并不妨碍你的慈悲心 跟智慧 钱跟没钱 不方便跟不方便 就我个人的眼 拥有贫穷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快乐 因为有钱让我很不自由 整个社会对你 用一个有色的眼光来看 有个女生告诉我 好在我这辈子长得很安全 多自由啊 你今天要是长得很漂亮 很性感 你走到哪里人家都看 你走路都会跌倒 我跟你讲 就像穿个高跟鞋 很苦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强烈的自我形象 本位主义 弄得我们跟大家格格不入啊 高跟鞋脱掉 把面子去掉 把漂亮的衣服拿掉 哎呀 坦漏的跟大家玩在一起 跟狗玩在一起 跟任何状况合为一体 最高的修行合为一体 跟贫穷合为一体 跟有钱合为一体 佛教里面不是要我们 一定要有钱 或是一定要贫穷 贫穷也好 那么有钱也好 健康也好 生病也好 很高度的技巧也好 乃至低人也好 我们都跟它合为一体 所以我们常讲 研究佛法就是研究真理 研究真理就是 研究自己 研究自己就是 超越自己 忘却自己 无我了 进一步 把自己跟一切生命合为一体 我就是蚊子 各位 哪一天你就说 我就是蟑螂 你看多快乐 看到蟑螂说 兄弟你好 不排斥它 看到鬼 来呀 我真无聊啊 你爱鬼 鬼就成为你的护法 不排斥 接受一切状况 这个就是超越人的心态 我们最大的痛苦的 改变别人 儿子啊 你要比我好啊 你要考上台大啊 你要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啊 我们把自己的希望 建立在别人身上 那痛苦就从这边来 坦然的接受自己的眼睛大 眼睛小 坦然的接受自己的身高体重 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一颗好的心 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其他的都是假象 暂时的 所以我们知道花 花五六天就会凋血掉 但是趁他这三四天还很好的时候 拿出来给别人看 花自己没有觉得自己很漂亮 我们必须超越自己 然后去奉献自己 这样就是生命的解脱啊 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 不要有一个强烈的本位主义 不要满足自己的贪嗔痴 贪心 诚恨心 生气 于此是我们生命痛苦的三个根源 征服它 超越它 你就能够解脱 为了要消灭贪心 所以我们要多布施 多为人想 爱钱的人要多布施钱 乃是爱漂亮的人 尽量地不要重视自己的外表 你试试看 一个礼拜不要化妆走来走去 你发觉很好啊 不见得为人这些东西太烦啊 今天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啊 没钱更简化啊 佛陀要我们没有钱 没有家庭 没有个人形象 出家人的身团 上上下下 从佛陀上 刚出家都是平等的 没有身份地位 没有分别 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男生 女生高矮 胖瘦的差别 这才叫极乐世界 没有分别啊 不要比较 比较 计较 就很痛苦啊 所以因为我们有一个强烈的自我 我爱的叫贪 我不要的叫恨 执着有一个不变的我 叫愚痴 哎呀 一些痛苦就从这边来了 因为有贪身吃 我们的身体去照做行为 杀身 让我们短受多病 偷盗 让我们贫穷 乱搞男女关系 邪淫 让我们家庭破裂 见属斗争 嘴巴去骗人 让我们讲话 没有信用 声音不好 去骂人 说人是非 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跟人际关系 内心的贪心 让我们所求不如愿 爱生气 让我们外表丑陋 人人讨厌 愚痴 让我们不了解生命的原理 所以因为有贪嗔痴的心理状态 用我们的身口意行为照做 佛教里面叫夜 而产生了夜力 夜报 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外表身高体重 哪一个众生的夜报不一样 既然有夜 就有生死轮回 所以迷惑 造业 受苦 越受苦 越迷惑 越贪生吃 越生口意 造业 越轮回痛苦 就这样生命不断的轮回 跟风水 跟八字 跟祖先 通通没有关系 你以后 你就超越了 不用再去看日子 不用再去排时间 有些人要买个房子 我要坐东朝西 哪里找啊 明明便宜 他不买 他买的贵了 门开在那边 他给他敲破再改这边 路好好走 他摆个水仪缸 那边挡人路 他说这样不会露财 已经露一道队了 命令不是决定在这些 地球会自转 会公转 每天都在转 现在你坐东 晚上三点就坐西 明天你又坐回来 我们一直在动 如果再去执着 这些风水地理 敬明笔画 紫威 什么星朔的话 那么这些东西 会让你觉得 你根本不是生命的主人 只是一种被约束住 这是一种愚痴 所以了解这个以后啊 就超然了 原来生命最大的快乐 征服自己 我不生气 我不起欲望 就自由了 我不抽烟 自由了 我不爱漂亮 自由了 我不爱念自由了 我原谅对方 自由了 进一步得到快乐 我开始想办法 去广结善缘 所以这些 很简单的方法 如何让我们过得 无忧无力的生活啊 那么我今天有发几张讲义啊 我麻烦各位看一下 一张慈悲之爱 这一面 好吗 慈悲之爱 第一 有没有看到 对不起啊 比较过张 麻烦各位看一下 第一句话 不带执着的爱 各位 你特别爱的人 才有能力伤害牛 因为什么 执着的爱 如果不执着 就没有痛苦 所以不带有执着的爱 是唯一 不夹杂 恐惧的爱 有爱 你就生忧虑啊 有爱 你就生恐怖啊 怕失去它 所以不执着 不要我们变成爱的奴隶 爱变成一条锁链 让我们不自由 我们要发展那种 清静的 平等的 关怀的 只有恨 只有爱 绝对没有恨 完全接纳的 一分一秒 都在过去 一分一秒 都好 接受变化 所以不执着的爱 才是清静的爱 带有执着的爱 是夹锁 锁链 蕴场的情绪的狂浪 会吵架 每天会不甘愿 往往制造一种 看不见的铁链 不自由啊 感情是锁链啊 慈悲 就是不是锁链 是生命的解放 那双方就会很和谐 因为没有压力嘛 第二句话 送一块翡翠给公主 还不如送一个面包 给乞丐啊 所以我们不要 光锦上添花 雪中送炭 更重要啊 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苦难 跟生命 值得我们去关怀 第三 佛教有一句经典的话 我们常念 愿待众生受无量苦 令诸众生必尽大人 活着的目的 希望我能够代替 承受众生的痛苦 但是把快乐 让一切众生 得到永远的快乐 什么叫毕竟大乐 超越生死 只要他消灭贪生死 不再生 这就不再死 涅槃才是快乐 不是拥有是快乐 我们希望对方 能够了解生命的原理 第四 因为我爱得更多 所以我得到更多 我们的子女 我们的学生 我们的父母 这些贫穷的人 这些可怜的动物 不断地让我们爱 每天付出爱 它让我们照顾一辈子 所以我们觉得 我们过得好充实啊 我们爱得越多 我们得到更多 第五 爱最伟大的地方 是打开了人生的视窗 打开了眼睛啊 因为我们现在 正在付出爱 因为这个小朋友 让我们有一辈子 付出的爱 我们看到了生命的方向 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就像很多人跟我说 你干嘛出家 因为我爱过我的儿子 我才知道 怎么去爱全世界的生命 我要用这样子的爱 去对我过去的太太 我用永远感恩的爱 去对我的父母 然后一切的人 老者都是我的父母啦 小者都是我的子女啦 一只蟑螂蚂蚁 他叮我的时候 我都不会觉得痛耶 因为不失我的血给他 他可以活得快乐一辈子 吃吧 就像你儿子 在吸你的母奶 尽量吸啊 你还把握那个时间 给他念一个心经啊 让他快乐 看起来很愚痴耶 他事实上很快乐 奇怪 那个时候 文子都不想叮你 为什么 你跟他结善缘啊 他当作你是他的朋友啊 连这样微小的生命 你都愿意啊 当然 人本主义 你必须从人开始 有些人是 很爱动物 很讨厌人 那奇怪啊 那失去了基本的力量 所以第六 没有能力爱人 比没有人爱更可怜啊 所以慈悲就是一种爱的能力 我们要培养这种爱的能力 去关怀 所以第七 爱是学习付出 也学习接受 接受 接受一切状况 接受对方的优点 更要用更大的爱 接受对方的缺点 对方的缺点 更是我们付出爱的地方 完全的接受 第八 如果仇恨是一种疾病 那么爱是唯一的解毒剂 我常讲啊 这件衣服染上的血 血没办法用血洗干净啊 怨恨没办法用怨恨消除 爱才是解除怨恨唯一的方法 各位 为了解脱你自己 原谅对方吧 真心的去爱对方 祝福对方吧 那你自己当下得到超度 当下得到解脱 永恒不变的道理 用爱来消灭恨 第九 依照戒律的慈悲 才是真正的慈悲 什么叫戒律的慈悲 不执着的 空性的 没有要求代价的 这种慈悲 才是真正的慈悲啊 慈悲跟欲望是不一样啊 有些人我对你很好 有时候不是慈悲 这个人我才对他好 那个人我对他不好 那不是慈悲啊 有些人跑到我面前 师父我是你我才供养 哇可怕了 别人你都不要 你就来找我那还得了 那不是依照戒律的慈悲啊 今天我是个出家人 我去跟你念经 要钱 那你又按照戒律来嘛 不慈悲啊 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我们的阿公阿嬤 怀着感恩的心 来跟他念经 来跟他说法 谢谢对方让我们付出啊 不要爱念的 第十一切痛苦的主要原因都是根源于自我真爱的心 自我爱惜自己而已啊 只为自己想 他的解药就是你要开始真爱别人 关怀别人 你就可以超越自己 关在家里自爱自怜 觉得自己苦命 还不如走出去 去关怀外界的一切需要关怀的人 所以第十一 最甜蜜的声音是人时的话 他永远带来阳光 所以一个修慈悲的人 他从今天开始讲话柔软 温文和阳 完全替对方想 就像一个妈妈握着儿子的手 永远用最好的柔软的语言在关怀 你回过头来跟你先生吵架 很奇怪 你要用同样的语言 去面对任何一个人 所以最甜蜜的声音就是 仁慈关怀对方 他永远让对方觉得很温暖 所以第十二 最难转让的东西就是仁慈 因为只要有付出就无法避免得到 当你付出爱的时候 他总是又被送回来 管作用力嘛 爱人者人恨爱之 骂人者人恨骂之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绝对是生命的证明 第十三 爱的升华就是慈悲 慈悲的升华是大慈大悲 我以前是个基督教徒 我爱一切人 后来我了解佛法以后 哇 除了人以外 天神地鬼 小小的畜生 都是我们爱的对象 平等的爱 因为我们都有爱的能力 但是我们要升华为慈悲 只给对方快乐 只帮助对方离开痛苦 不要求对方 原谅对方 再来 十四 慈悲是你最好的武器 佛陀说的 有一群出家人 跑到荒郊野外去打坐 哎呦 很多鬼啊 闹他 他们吓坏了 跑到来找佛陀 佛陀说 你们没有带武器啊 这些出家人说 佛陀你们有没有给我武器啊 佛陀说 慈悲就是你们的武器啊 以后你们要打坐之前 修慈悲三昧 就像我们念大悲咒 今天我要搬到一个新的地方 念大悲咒 今天到任何地方念大悲咒 大慈悲的咒语 代表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 那么 那个地方就变得很清静啊 就算有所谓的鬼神 那么 都得到大悲咒的感化 因为慈悲嘛 不是把他赶走 所以慈悲是我们最好的武器 可以降服一切 第十五 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你便拥有了一切 所以各位 拥有你自己 就是因为你只懂得爱 没有恨 你就拥有你自己了 所以第十四 慈悲就是如来 你要看到佛吗 看到一个人在付出的时候 你就看到佛了 没有恨的爱 你就看到了佛了 第十七 无私的爱 是最美的礼物 没有私心 没有压力的爱 就是给对方最好的礼物 永远的付出 所以母亲对子女的爱 接近于慈悲 但是要把这个爱放到最大 所以 第十八 有了大慈大悲的心 所有的功德都在里面啊 就算一颗范蜜 那么你不私出去 这里面有大慈悲心 就产生了大的功德 你给出一百块 来帮助一个 需要被帮助的任何一个人 那么 这个就产生了一切功德 第十九 慈眼视众生 福聚海无量 用慈悲的眼神 来看待一切生命 就是大功德 释迦牟尼佛 观世音菩萨的眼睛 就是慈眼视众生 所以各位希望将来 眼睛大 眼睛睫毛好看吗 眼睛很庄严吗 那么 修的因 这是我们出现的戒律啊 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眼神 那么 你叫慈眼视众生 以后看到张郎 他说哈喽 看到蚊子 你又来了 不要看到生气的人 你就生气 我们要用和尚的眼神 来看我们的一切身边的人 那么 福聚海无量啊 所以功德不现在用全座 眼睛就是功德 眼睛对人家笑 嘴巴就是功德 嘴巴称赞别人 耳朵就是功德 学习观世音菩萨 学习倾听 那么一切都是功德 所以二十 普爱万物而无疑 就是开悟之道啊 佛教讲空性啊 智慧啊 大家一直研究啊 但是你有去爱过啊 他没有用 有信仰而没有爱 就像敲锅响的钟 你知道普遍去爱一切生命 那就开悟了啊 你自己是开悟的人了解生命跟我们是同理的啊 所以二十一 那样对吧 吵架就代表你输了 第二十三 真正的荣耀 属于那个愿意成为他人垫脚石的人 希望别人经过我 他得到快乐 做别人的垫脚石 做众生的牛马 透过你 别人得到成长啊 第二十四 我功可以凭人之怒啊 各位不要跟人家吵架 别人说你错你说嗯对对对我错 我来修正 就算对方错 我也不要跟他辩 恭敬 你这个人虽然有能力 但是你骄傲 别人背后就慢 赞叹的双胞胎就是毁谤 两个是一起来的 所以 我让可以习人之争 你前面我后面 你大我小 那么永远把最好的利益 让给别人 事实上得到最多啊 修福报不是光拿钱出去啊 把好的先给别人用 掉好的单位先给别人 那么你得到最大的福报 征服你自己才是吧 所以 胜者真怨仇 想要追求胜利的人 比较的人 那么人家嫉妒你 真怨仇 败者吃苦头 在这种竞争里面 一定有人胜利 有人失败 失败就要痛苦了 不争胜以负 和平成好友 每个人都平等 我们不是为了争胜负 第26 我们要有一颗 对任何人都能够 合掌的心态 你不能说 我只对这边的人合掌 我对这边的人不合掌 看到任何一个宗教徒 看到做错事的人 你都愿意跟他合掌 因为你尊敬对方 他是未来佛 第27 欠人习真是君子 不要吵架 我们要和谐 替双方讲好话 有一次 有两个同事在吵架 一个王小姐 一个李小姐 天天吵架 有一天王小姐 看到公司的张先生 张先生 你跟那个李小姐讲一讲 如果他再这样下去 他一定被开除 没有人言 你帮我讲一下好不好 那张先生 好好好 我替你讲 张先生就去找那个李小姐 结果隔天 奇怪 李小姐变得对王小姐很客气 这个王小姐 哎呀张先生你好厉害 你跟他讲他什么 这个张先生就跟王小姐 我跟李小姐说 你呀说他好棒啊 赞叹我没有你呀 根本他没办法做得很好啊 就这样李小姐看到他就好了 各位 最后的方法 背后赞叹别人 对方总会知道啊 对方总会知道的啊 那么和谐最重要啊 很多人不甘愿 非要把对方的缺点 告诉别人不行 损服报啊 两舌啊 不需要这么做 所以 欠仁习真是君子 我们要和和别人 不要造成别人的对立 我们只讲别人的优点 让别人知道 做爸爸的 要告诉你的儿子 你妈妈真好啊 做妈妈的 要告诉你的儿子 哎呀 嫁给你爸爸是我的幸福啊 你不要指的 你的儿子说 你怎么好 我怕病 老爸跟你老的一样 没办法 一次骂两个 可怜啊 你一定要赞叹对方 非常重要 所以 激他启示是小人啊 让别人因为这样 讲一讲吵架 我告诉你 那个人不好啊 你要小心啊 各位 你这样一讲 凡夫都耳根亲啊 马上判他死刑 没得救了 这个世界一切变化无常 谁都会改变啊 站在上面讲话 这个人 你现在看得很好 过去 哎呀 真的是杀到一望久 堵通通来啊 如果你各位认识 我的过去 这个是小人 玩世不公 损福报的人 但是 我也可以改变了 谁都可以改变了 因为有了智慧 有了爱 你就会改变 你会找到真正的自己 不会再去追求 这些外在的一切享受 好 所以我想这两张讲义啊 麻烦各位看一下 留一点点时间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啊 我们就讨论一下 我们今天带来一些书 各位可以看 好 有问题吗 好 如果没有问题 各位呢 道场就在你的内心里面 外面的道场啊 佛像啊 菩萨像啊 不过是引起 我们是藉由外界客观的事物 来引起你主观的心态 看到观世音菩萨 我也要爱 看到耶稣基督 我要不爱 看到他 我们要学习 好 那么你道场 道场哪里 都没关系 摆在什么方位 通通没关系 什么时候念佛 通通没关系 念佛就是念自己 最好的那一面 叫念佛 我要跟他一样 那么工作是道场 就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就在我们的生活行为里面 道场就是你的 当下的身心的世界 我们必须这样子的努力 所以感谢生命 感谢爸爸妈妈给我们生命 感谢国家社会 让我们有生命成长 种种的助援 生命的第一个快乐 征服自己的贪嗔痴 超越自己 生命的第二个快乐 奉献自己 服务别人 我们要服务 要从我们的亲属 亲戚朋友 从我们的先生太太 小孩开始服务去 无怨无悔的 去服务对方 那个时候 你会觉得很快乐 好 最后各位 谢谢聆听 祝各位一切如意 好 谢谢 愿消三藏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五愿最藏西消处 四世常行菩萨道 佛陀教育中心 中华印经协会 为培养社会大众 最正信佛教的认知 积极推广各种 佛教经典 漫画 录音影带 BCD等 免费与大众结缘 欢迎致全省 各分中心得起 有希望大家 一起来护持佛法 或加入我们 一通的行业 让社会更祥和 服务专线 02-2522-4049 03-958-7696 我们之间之间之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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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